大家好,我們今天來到長庚醫院來訪問我們兩位PGY 那我們就請他們先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林口長庚PGY1邱子惟 大家好,我是林口長庚PGY1郭品柔 一般人應該不太理解什麼是PGY,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什麼是PGY PGY的話就是不分科的住院醫師 那不分科的住院醫師這兩年就是用來銜接我們從醫學系畢業之後成為一名醫師 到我們成為專科化的住院醫師之前 這中間我們會去學習各科常見的疾病跟常見的處置 那也可以在這兩年當中就是去找尋我們有興趣適合的科別 那因為你說他會要在各科學習嗎? 那他跟實習會有什麼差別? 那就是PGY跟實習醫師的差別在於PGY已經是取得醫師證照 所以相較於實習醫師來說有更多可以進行就是開醫主啊 或者是第一線照顧病人面對病人家屬 所以他比起學習的話更像是結合學習 然後要以工作的態度來面對病人 就是在PGY1到PGY2的時候可以先經歷一個叫選組的過程 那這其實是就是衛福部還有就是政府是想要鼓勵大家多走 就是內外婦兒籍這五個組別 所以就是希望如果有這些志願的醫學系的學生可以先選組 那除了這些這五科之外是比較細項的科別的話 就是會額外在第二年之後才進行招生 那選組的話可能會在PGY1跟2中間就先就是有經過比試啊 或者是面試來招募就是這些組別的PGY2 因為你們在選擇PGY的時候有考慮過就是其他的醫院嗎? 因為我比較就是目標比較明確 所以就是我的選填的志願都是長羹體系 我填基隆長羹、林侯長羹、高雄長羹跟嘉義長羹 那其實選擇長羹體系的最主要原因其實是 長羹相較就是其他體系而言就是分工化是比較明確的 例如說就是可能像ONIV啊、患藥這些就是會分工比較專業的話 那就是以醫師的部分的話就可以比較專注在處理病人之間的互動 還有就是醫主的開禮上面這樣 這是長羹醫院嗎? 那身為長羹大學的學生會比較有優勢嗎? 我覺得是有 PGY2你覺得? 我覺得所謂的優勢其實是在於說因為長羹醫學系的學生在實習的過程當中 就已經在就是長羹醫院就是有比較多的時間在這裡熟悉系統啊還有環境還有實質 所以相較來說比較不會有所謂的過渡期就是如果真的成為PGY之後就比較不會有工作上銜接的困難 那同時如果有要進行一些研究啊、學習上的計畫就是可以一直持續下去 不用因為就是更改醫院而中斷 不同醫院可能還有不同的專長特色 那可以舉例嗎?就是像長羹醫院最厲害的是什麼? 以我們林口長羹醫院最厲害當然就是赫赫有名的整形外科 那就是其中整形外科裡面又有分很多次專科 那我們的顯微外科就有一個國際知名的大師就是我們的衛福全院士 那以他為代表就是代表我們整個長羹醫院的整形外科 我像是我還有在其他醫院的同學啊或是朋友告訴我說 他們覺得好像在外面聽說長羹的創傷外科其實也蠻有名的 因為以我們這種大型醫院來說處理很多急重症的部分 他們確實是相對於其他醫院來說會比較有經驗也比較厲害這樣子 那就是這麼多醫院的PGY 那就是你們當初在選的時候 你們各的同學還是會稍微討論一下你要去哪裡你要去哪裡 那比較熱門的醫院大概會是哪幾間? 我們自己學校當然就會有林口長羹 那當然因為我們同學他們在我們在大六的時候 會有些同學是去高雄長羹啊、嘉義長羹啊、基督長羹等等 還有像是北榮啊都蠻熱門的 因為這都是蠻大的醫院 那訓練都是非常的紮實 那我問一下就是因為你們都在成根當PGY 那在這邊當PGY有什麼優點? 優點的話當然 首先因為林口長羹醫院是一個醫學中心 那也是全台灣最大的醫學中心 所以它的病人量其實是相當大 那病人量多的話其實給我們學習機會就非常多 我們能看到各式各樣的疾病 那就可以對應我們在之前學校或實習階段所學到的疾病的 不管是診斷或處置 除了學習機會比較多之外 我覺得就是當然我們的師長他們就是也會非常的厲害 他們可能不管是在教學啊、研究啊等等 都是相當優秀這樣 我們都是可以跟他們繼續學習 那你讓你覺得呢? 那在工作環境的方面 其實我覺得我們醫院有一件很好的就是點 是很落實Day Off這件事情 就是Day Off其實就是值班 就是直到七點半或是八點 隔天一整天就是放假的時間 那我覺得Day Off相對於PGY這個銜接的階段來說 是可以就是同時間顧值班的品質 還有休息的品質還有工作的品質 你可以在顧好病人的同時 有獲得適當就是休息的時間 才可以養精蓄銳 讓第二天做得更好 那外加就是因為長庚醫院的就是PGY名額比較多 所以想找來說值班的班數 可以比較多人去稀釋掉 一個人的負擔比較不會那麼大 對,他目前日常生活怎麼樣? 當然其實在我們實習的時候大我大六 其實就慢慢的就是有在熟悉我們身為 之後要當一名醫師應該要的生活作息 那其實就像我們平常在電視上的醫療劇等等看到的類似 我們也是早上可能 早上就可能七點半以前要到 可能會有先要去參加晨會 那晨會完之後可能我們就要去查房 這就是很重要的一環 因為我們身為一名住院醫師 就是應該要在病房照顧病人 那我們就會要跟著主治醫師去 每天去查房去看我們的病人 有沒有做一些新的處理這樣子 對,那查房之外 在我們像林口長哥這麼大型的醫院 我們當然下面也都會有我們的學弟妹 大五大六的實習學生 我們可能也會需要有一些教學的責任 就是可能帶他們去做一些procedure啊 可能放倒尿管抽動脈血 或者是放置鼻尾管這些等等的處置 那或者是教學他們一些可能陰床上的知識等等 對,那這大概是我們一天的生活 就是我覺得這一題裡面 期待跟緊張的事情對於我來說是同一件事情 就是值班這件事情 因為值班就是從五點下班之後 要到第二天的七點半或者是八點 大家可能會想說 值班聽起來就是一件比較辛苦的事情 有什麼好值得期待的呢? 其實對於PGY1來說 就是值班是一個很好的可以學習的過程 你在值班的時候 你會很緊張擔心說遇到病人有突發狀況 我還記得我第一個月值班的時候 我晚上都不敢睡覺 因為就是很怕說沒有聽到鈴聲 所以我就坐在那個就是護理站的椅子上 病人有任何狀況 我就直接從這個椅子上醒來 可是後來我才知道說 就是這其實不是一個長期的好的過程 你中間還是要有適當的休息 還是要有固定的體力才能做好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這個裡面佛高中生 輔助他們未來選下選系 選擇自己的生涯規劃 那就是給高中生有什麼建議 因為你們當初這樣子走過來嘛 是 曾經這樣子考試考試考試 然後在學校讀書讀書 實習實習拿到現在 所以一路上 就是以一個高中生來說 你會希望就是當初的 你如果有一個學長 學姐跟你說什麼 你會覺得很受用 給學弟妹的建議就是 在選學校這部分呢 除了就是有講到說 傳統上我們可能 可能因照分數上去排名 可能去選填我們的志願 那我覺得學弟妹可以再去思考 去想想看就是說 就是相較於傳統上 我們可能依照排名 去選填我們的志願之外 我覺得學弟妹可以思考的是說 其實要來選填我們 醫學系的學弟妹們 其實大家都非常優秀 那都每間學校其實 入學的分數都相差不遠 都大概就是那一兩分而已 那其實進來之後也可以發現說 其實每間學校的教學品質啊 或是我們售教的內容 其實都是大同小異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要去想 我們醫學系畢業之後 我們可能要去就業的醫院 我們要該去怎麼選擇 那如果以我們長根來說的話 我們因為大五大六 就會來林口長根實習 或是其他長根的院去實習 我們可以去接觸到 就是我們長根體系的這些醫療資源 那除此之外我們也能接觸到的就是 更認識到這邊的老師們 那也讓老師們都能提早認識我們 那這對我來說是一個 我覺得是很大的優勢 像我可以舉個例子 像我在面試林口長根的PGI的時候 看到了面試官就是我曾經跟過的老師 那當下就是會感覺到 非常的親切跟熟悉 那老師看到我也是會比較熟悉 知道我說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認不讓我適合這家醫院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訪問到這邊就結束 謝謝兩位 謝謝 好那我們也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學弟妹喔 歡迎加入我們的大家庭 掰掰 掰掰